2月17日 Hol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一集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正在飞的一个多段航班 我自己给它俗称叫七里子散班 因为就是非常多天 这个航班是我昨天从杜拜出发 然后我现在人在新加坡 所以从杜拜出发飞到新加坡过一天 然后明天早上呢 会从新加坡飞到Melbourne 再过一天 然后我又再重新奥特末本 飞回新加坡 再过一天 然后我才飞回杜拜 现在是礼拜天 昨天下午礼拜六我就出发 然后一直到新加坡末本 新加坡飞回杜拜 我一直到下个礼拜四 才会回到杜拜 为什么叫七里子散班呢 因为我是六日一二三四 六天不在杜拜 我就没想到 就是回到杜拜的时候 我的老婆跟小孩都就是对良照 就是三三六天超久都不在杜拜 这个航班其实蛮累 以杜拜时间来讲的话 都是每一段航程 几乎都是 excuse me 夜航夜航夜航出发 然后我昨天是飞了一个夜航满班 然后早上七点多的时候落地到新加坡 然后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了 因为我一landing就饱睡了九个小时 今天一早就要又飞去澳洲 可是我现在要出门吃饭 我有一个新航的朋友 他刚landing 他从法兰克福飞回来 也是十几个小时 然后我要新加坡跟莫尔本 就是有之前在我影片说过 这两个是我在我们公司 唯一的航点 Outstation有朋友的地方 就是好不容易拿到这航班 然后我在新加坡 其实是有两天 可是他刚刚今天回来 然后他就想说他一定要跟我见一下 因为我飞去莫尔本 再飞回来那个新加坡 他要飞台北 所以他人不会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我有时间进一下 然后他现在觅我 因为我们要出门去吃晚餐 他要带我去吃一家 好像是酸菜鱼吧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过年回台湾 然后每天都是爆吃 回台湾过年 那九天是完全没有一颗 肚子饿的时候 肚子只有很脏 跟很饱 完全没有饿的时候 就是你 我每天都吃到 跟我哥 就是在家 还有爸妈过年 就每天都吃到很脏 然后等到他有点消退下来 等一下下的时候你感觉到 不脏的时候 我就会在家 就是那种饿的时候才吃 我是等到有点消化 然后有点没有那么脏 那种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狂吃猛吃 然后我现在肚子超爆大 所以我穿了一个很宽重的衣服 现在要说小福 肚子超爆大 他以为就是 他问我说 来新加坡我们想吃什么 我想说吃一个小的就好了 不要用吃什么很大的火之类 因为我肚子真的是重 比较不行 反正这过一半就只是想记录一下 我们公司有这种多短板 其实这个多短板之前 应该有在影片稍微讲过 只是我很少肥 然后我想说来记录一下 可是基本上这个影片 可能就是在吃吃喝喝 好像去吃叫什么 泰二酸菜鱼 OMG 因为他问我想吃什么的时候 我完全没大家讲说我想吃什么 就是完全没有食欲 因为我回台湾就是泰坦吃 所以他一讲这我就想说 真的是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可能就是超喜欢吃酸 跟辣的东西 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把我肚子吃到东西来 看什么样 看起来好吃喔 OMG 那这集就是跟我一起记录一下 我们这个 亲密子上班 回到杜巴 没准备走去的航班 anyway我现在就要出门了 那我们等等见 发现呢 我不用叫车 我只要走路 就可以到那一家餐厅 可以看到那个金虾饭店 走了十几分钟 终于到啰 他就在一个 墓里面 麻辣酸酸 我们看一下有多爽啊 哈喽 也要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还有云南 今天还爽? 很爽啊 滚一趟 哇 好 終於等到了 哈囉 請問一下這是我的鞋子 好餓喔 因為我今天超不錯 這個鞋子很舒服 Yay 超累的 雷你睡了9個小時耶 OMG 來是要播吃酸菜魚 嗯 好香喔三眼喔 你吃了嗎 OMG 我超愛中國菜 好 我的剛剛那個外套說我用石墨洛 我用石墨洛 我喜歡沾辣的東西 很好吃耶 你平坦克啊 喔對從那邊那一群 你平坦克 吃下來是 87 87 1800 1800 1700 OMG 謝謝寶寶敬客 好 OK 這是表白吧 幹我剛剛不抓你 我去 我去死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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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為什麼把自己搞成這樣不得心 我去死串 我去死串 你這樣沒吃 好了啦 我下次來個襪子 好了 我跟她欣賞我 如果妳臉都喘 我不然妳要馬上去 真的嗎 來 我幫我拉 欸 欸 欸 她有找到尺寒嗎 她有找到尺寒嗎 哈哈哈哈 我把相機關起來 請不用害羞 現在人在 就是這個Multic sector的第二個 第二站 在Melbourne 然後昨天晚上就到了 結果 一落地的時候呢 感覺很像月經來 突然驚痛 然後呢 去看 去廁所看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還沒來就驚痛 結果沒想到到飯店的時候呢 月經就來了 然後我就超不舒服 點了一個room service 吃了止痛藥之後 我就爆睡 15個小時 就正好 半夜的時候 點睡到今天 現在下午3點起來 沖個澡 因為 我的月經 每次在第一天都會超 爆多 我就穿那種尿布 那是什麼鎖翠褲 還是尿布 就剛起來的時候 它是整個這樣U型 全滿 那我覺得好不舒服 我現在其實很虛弱 那個東西 你只要這樣子 用力甩 可能那個牆壁上 都會是血的那種程度 我不是有一個朋友 在Melbourne嗎 他現在下班了 開車要來找我的路上 然後我們就要去吃一個 晚餐 休息一下 我又要飛回新加坡了 就在Melbourne這個Layover 什麼事情都沒做 而且難得 今天Melbourne 天氣超爆好的 但 來到外站 有朋友陪一個吃飯 我就覺得蠻開心的 在找我媽去吃什麼 剪了一個可愛的短髮 在地圖上沙子 喔 腰好酸 對 就網路上評價 要不要這一間 可以啊 你覺得現在可以吃辣嗎 可以啊 Sweetie 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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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好吃 放開吧 這個才充值 嗯 肉依你就直接搜尋 肉依 我來吃 終於來到 這一個 Multi sector的最後一站 我又飛回新加坡了 我大概 五個小時前就Landing了 然後到了飯店之後呢 沖個澡 睡一下腳 現在起來 現在是新加坡下午1點半 然後呢 我要去找東西吃一下 Multi sector 每一個sector都是 呃 杜拜時間的night flight 所以大家都已經飛到 非常的 累了 我是想要快點結束這個layover 然後呢 趕快下回 杜拜休息 因為我就覺得 我家的植物好像也快死了 我那天出門之前 把我十個盆栽 我們家有十個 大大小小的那種 盆栽有十個 然後每一個都把它拿去那個時候 我底下給它們一個shower 然後我現在已經 不在家了 一塊六天 然後杜拜都非常乾 明天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幫他們澆水 飯店旁邊有一個 Raffle Mall 吃一下 就那種美食街 吃一下 Vaxa 然後呢 我想要去吃一下 那個阿秋甜品 然後我就回來休息一下 晚餐 再出門吃 就是一個 完全沒有在Sightseeing的航班 然後呢 我們就去出門吃飯了 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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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Vaxa 吃起來 就是 非常的濃 它就是 整個 湯體都是 鹽脂 鹽醬 可以喝去 怎麼都是鹽脂 非常的濃郁 聽到很好吃 很多香料味 它是不是有那種 很南洋風味的感覺 只是有點中華 所以 現在剛吸完那個麵 然後呢 有點想吃甜的 所以 從這個莫佐出來 然後想去之前 那個 上一個新加坡影片 裡面有去 介紹到去吃的那一家 阿秋甜品 那種甜點店 上一次飛新加坡的時候 有去 結果晚上的時候 排隊排超多 所以每次大家想說 今天是平日 然後又是下午 就趁大家還沒下班的時候 來去吃一下 暴走 15分鐘 終於來到了 阿秋甜品 實在是太俠了 新加坡這麼鮮進的地方 吃一個甜點 而且實在有店家的 居然 他就想說 給他被買卡 不能刷卡 只能付現 等於說 我走了 15分鐘來這邊 for nothing 因為我身上 完全沒有現金 所以 提醒大家 如果來吃 阿秋甜品的話 一定要在現金 因為 阿秋甜非常非常值得吃 回到飯店了 剛剛一開始 原本想要買那個 就是什麼 椰子冰沙 但後來想說 上次也沒吃到阿秋 就來走去阿秋 好了 結果沒想到 兩邊都鋪空 因為我就是沒帶現金 算了 反正我也約進來 然後 我在 Melbourne 也喝了一杯一盞珍奶 然後再去 Melbourne 之前在新加坡的雷尾本 我也喝了一個 一杯飲料 因為平常就是很少喝甜的 想說 這次兩邊都沒有 maybe it's a sign 就是不要再喝甜了 因為我過年回家 真的是把我肚子弄到超肥的 加上我現在越進來 也不太適合 就是吃冰的 喝那種冰沙 So I've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the room make myself a tea and then I'm gonna edit my vlog 這個片應該就會是你們算一部 看的喔 另一部 日本故意辦的影片 哈囉 現在為你呈現日常剪片剪到崩潰的時候的樣子 然後呢 肚子有點餓 我們去 再回去那的夢再吃一下 上次我朋友介紹一個什麼 絲目魚粥 還是絲目魚湯 還是絲目魚麵 那我們就一起出門吃飯吧 因為我實在是撿到很崩潰 撿不下去了 拉豆腰了 Let's go 來囉 我點的是 因為他的招牌 然後跟配飯 上面就是魚 跟蝦 跟蛤 跟蛤蟆還有豆腐 我一定會配掉 上次飛新加坡的時候 我朋友就說 這一家很清淡 然後他就說我會喜歡 所以就來試一下 可是我剛剛就是看到那個 點餐系統 因為他這是QR Code點餐 然後點餐系統上面寫說 你可以加備注 然後他有一個FOR EXAMPLE LESS SUGAR 我想說 我不是點了一個鹹的湯嗎 為什麼會跟我說燒湯 那我想說 確定有這個是有 在沒有重口味的嗎 因為我朋友說 那個沒有很重口味 感覺我很喜歡 來喝一下湯 感覺怎樣 雖然說是什麼 絲目魚 什麼海鮮湯 可是有一個 豬的大骨的味道 給他加辣椒 就是 不是純海鮮的那種 味道欸 沒有清淡啊 就有點偏甜 滿甜的 這個醬 就是有一點 泰式 酸酸辣辣的感覺 我覺得 我朋友應該是誤會 清淡這兩個字了 應該沒有很清淡 就是滿鮮的 滿甜的 就這樣吃起來要21.15金幣 500塊台幣 個人原本覺得微雷 看到那個價錢之後覺得非常雷 不好吃欸 就是太鹹了 然後那個湯完全沒有層次 就不會覺得喝下去很鮮甜 就會覺得死鹹死甜 然後還有一個豬的味道 還是它那個breath 高湯是用豬去燉的 因為我以為是鮮魚的高湯 因為 現在不推薦 花了500塊 吃了一個 空虛的感覺 下午的時候說不要 今天不要喝索窯 就剛剛被那個晚餐氣到 我就找到我原本想要喝的那一家 我朋友前兩天跟我介紹 叫Mr.Coconut 就是喝椰子的飲料的 好 椰子冰沙可以喝了 然後我還加了一球 椰子冰淇淋 然後我今天月經第三天 前面已經suffer完了 就讓我甩一下吧 因為剛剛那個晚餐實在太難吃 所以我覺得現在嘴巴好鹹喔 所以呢 就幫自己找了一個藉口 來一杯飲料 剛剛我朋友吃完水煮魚 然後他就說 呃 每次有 朋友來新加坡找他 都一定要喝這個 然後他自己也超愛 然後他這個 還可以調sugar level 那我是選0% 然後加一個 椰子ice cream 太好吃了 太爽了 這是一個野奶冰沙 然後裡面還有果肉 最近 你來新加坡可以買 我來喝 好的 我現在 終於又回杜拜了 非常的爽 因為我真的是 啊 迫不及待 想要這個航班快點結束 而且這個航班是 六天五夜 其中有兩個晚上 是在飛機上度過的 感謝大家陪我度過這個 六天五夜 水波對廊造的航班 那另外我現在要趕著去上班囉 那我們下集影片 再見 掰掰